退化性關節炎 特別是膝蓋的關節炎 是一個很常見的老人家骨科疾病 通常的症狀最普及是痛 關節會僵硬 動得不太好 活動的範圍受限 同時會有嘶嘶嘶嘶 如果當關節炎很嚴重時 還有紅腫熱脹的情況發現 如果關節退化得太嚴重 還會有變形 一開始 醫生都會盡量建議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包括止痛消炎藥 亦可考慮關節內注射 例如透明質酸 或是很嚴重時 醫生可能會建議打雷固醇 在關節裏面 當保守的療法都沒有效 痛醫癌解除不到時 最後可以建議做關節治患手術 新機械臂輔助的膝頭哥關節治患手術 是一個比較新的技術 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做手術前 會幫病人做一個三圍的成像 看看它的關節形狀 和大小尺寸是多少 在手術中間 我們那個機械臂 亦都是非常穩定 所以它是切骨的時候 減少了人手震動的時候 帶來的誤差 所以它切出來的表面 是非常平整的 手術中間 醫生亦都可以根據機械臂 會給我們知道 它的軟組織的張力是多少 從而我們手術中間 都可以調整那個架體擺放的位置 第三樣東西就是配合這個機械臂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新的架體 就叫做生物型的架體 或者叫做非骨水利的架體 這些生物型的架體 背面是有很多小的孔孔的 這些孔孔 就可以讓我們自己人體的骨 生上去 從而達到這個長卷的穩定性 會在手術前有麻醉科醫生 測試了病人身體的狀況 和他制定一個比較適合的麻醉方案 另外我們亦都有一個叫做超前陣痛的概念 就是做手術之前 已經讓病人吃少少的消炎止痛日 希望減少手術之後的疼痛反應 在手術中間的話 我們盡量減少軟組織的創傷 減少手術中間流血的程度 雞尾手注射就是在手術中間 醫生在膝蓋附近的軟組織 打一些消炎止痛的針劑 打完之後 都是很有效減低手術後 帶來的痛錯 一般病人來說 第二天便可以落地走 所有病人都在出院的時候 拿著拐掌自己走出院 而不需要坐靈異 一般來說 到一個月便會康復了大概七至八成 到第三個月便會康復了九成 最後一成便需要的時間會較長 一般病人可能需要到六個月手術後 才會完全百分之八康復 做完人工關節之後 最重要是令到病人提高他的生活質素 讓他回復健康時的生活質素 一般來說 我會建議他們喜歡做甚麼活動 盡量可以做 最重要是保持合理的體重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的身體太重的話 其實對關節受到的壓力也比較大 所以唯一是要他們好持合理的體重 還有做運動之前可能有少少熱身 避免運動中間有受傷